威玲,像比较昨天,你覺得今年整體的表現你滿意嗎? 我覺得今天這個表現還可以 那今天的開球沒有那麼順利 有四顆球歪了比較多到長槍 比較沒有辦法直接網步領攻 我覺得真的是今天比較可惜 但我今天推桿比前幾天還進步蠻多 有很多part都有守住 然後另外也抓得緊攻 那你就是這一輪結束完 你決定你今天應該還要換練球吧? 你會著重於放在什麼? 因為你昨天是練推桿嗎? 你今天嗎? 對,因為之前都是推桿有一點問題 那我覺得等一下就是會再去練習場 再練一下木桿吧 其實我覺得就只是差一點點 然後可能後面就是信心有點跑掉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都還蠻好的 那我覺得明天就是敢打一點吧 不要害怕說 Driver會失誤還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今天表現其實我也算滿意 雖然沒有達到說很低竿 但是我覺得整個都是還蠻滿意的這樣 好,謝謝 雅妮其實你前面的表現還是 這一輪前面的表現還是很好很穩定的 那最後一個洞是發動什麼? 那個第18洞第三端我球在一個草盆裡面 然後可能就是沒有打 可能在草盆裡面 然後擊球點如果一點點沒有不好的話 就是會很容易打太深 所以耐用就打下水 那我覺得其他就還好 就是推桿還是要再加強一點 然後這兩天就是第18洞下水 昨天第6洞下水 就打了兩個七個 但是我覺得 不管沒有那七個 我覺得整體來講 如果推桿可以再好一點應該會更好 那我們聊一點輕鬆的好了 就是你這周過後 你下面會有什麼機會嗎? 我現在要回台灣 這個禮拜天 沒有沒有 其實我去上海這樣做了 對對對 這個禮拜天去上海 然後待個幾天去找朋友 然後去做一些教學的活動 對然後會再 下個禮拜一個都會在上海 然後接下來就會回台灣待個幾天 然後再回來準備LWA的比賽 謝謝 沛羽,聊一下你今天就是 講完之後的感受好嗎? 我覺得今天一開始就是 自己給自己壓力太大 然後 很多一號目還有三號目都沒有開好 開球都沒開好 然後也沒有再球到 然後 舊球也不是很好 所以 成績不太好 那我們聊點輕鬆的 就是 這周過後你 下面會有什麼計畫呢? 我想應該是 還是會回去聖地亞哥找一下教練 然後調整一下動作 然後下個禮拜會先去練 LWA那場 球場 先去練習一下 謝謝